2023年5月19日这两天出大事 颠覆人类认知的大事 世界的大事是什么呢 是苏联不是苏联是俄国 俄国往乌克兰发射的匕首超音速导弹 让乌克兰给打下六颗了 我平常不愿意说这事 CCTV邓副军长老让我说 老邓打过越战 越战的时候他是一军的炮兵 南京军区域的参加过越战 他能够越战就很牛逼了 是吧 但他是炮兵 老邓老让我说说 是什么把这个匕首打下来 这是飞猫腿三 我是真正中国人里边第一个剑飞猫腿的 剑飞猫腿不是电视上看见 现在那些战略评论员全是战略高度的 都是坐在演播室里边 演播室你想想吧 表演着播的那个 演播室里边在那摆火啊 我不是 我去年你看我的新浪微博 去年二月的时候 就是一年半以前 我就说这普京得倒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参加过2014年 2014年 2004年的诺曼底登陆 70周年 60周年纪念 我跟普京的距离就一板砖距离 200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的时候 普京也去了 很靠中间 我拍过 我拍了照片了 我找出来 我不能像那些小孩们是吧 一上来就刀逼刀瞎逼说 我说的任何事都有照片为证 我看看哪 我就是 但是我这检索系统不好 我老说 那天我找一小孩 聪明小孩 还别举报我的 不然他一看完我东西举报我 这他妈是 骂疯毒子 是吧 我得找一个 找一个 老老实实真心想学手艺的小孩 这是2004年 诺曼底登陆 你看普京 占中间 是吧 占中间 紧挨着美国总统小布什 这边是法国 法国是米特朗 这是女王 这是女王的爷们 你看普京 牛逼红的 转脸过了十年 你看这是普京 过了十年 改奥巴马了 改奥黑了 奥黑不能说啊 种族 这玩意儿 种族的 现在老有人网上老爱说恶狠狠的 叫什么 把他给 核武器 什么 我一哥们叫胡晓东 是我中学同学 在美国得了俩博士 是NASA的教授 他告诉我说 NASA里边有一项 就是我亲戚 我叔叔辈的 叫唐红元 还是唐新元 还是唐森元 发明 尿布湿的 发明纸尿裤的 发明航天服的 也是我们吴家 吴锡 唐家家族里边了 不说那个了 胡晓东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 转飞机在加拿大 嘴欠 看那地上扔了一包 嗯 没人说话也没人管 他嘴欠 说别试个炸药吧 警察听见了 背起来了 十个手指 他叫滚大板 十个手指 摁手印 那时候 你想想海湾战争以前呢 一九八几年 一九八几年 十个手指都被滚了 啊 为什么嘴欠 啊 以后挺长时间有案底 认为他是恐怖分子 后来才知道 他就是嘴欠 啊 也没事了 胡晓东现在还跟我来往 我认识胡晓东是 呃 认识胡晓东 后来我认识马维都 都是同国胡晓东 胡晓东跟马维都铁哥们 嗯 怎么想起呢 你看那个时候 到了二零一四年的时候 原来普京是站美国总统边上的 你看我前一张照片 是吧 普京起来挨着美国总统 啊 美帝苏修两大霸权 二零 过了十十年 怎么把普京给排这儿来了 怎么排这儿来了 挨着德国那女总理来了 不在中间了 为什么 因为二零一四年 他吞并了克里米亚 吞并了克里米亚 吞并了克里米亚 他此一举改变了二次大战的格局 是不是你不能把人家给吞并了 那是乌克兰的 我上批大的时候 我上的是北大国际政治系 我仿佛记得 二次大战后 由于罗斯福让步 所以斯大林 苏联不是一票 苏联在联合国里有三票 一票是苏联 这总票 总票坝子 他这一票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他还有两个加盟共和国 也都占票 一个是乌克兰 就是乌克兰 一个就是白俄罗斯 就是这两个地方 是俄罗斯最靠西边的 二次大战死人最多的 二次大战靠死人 靠贡献得到的结局 你普京不能2014年就给改变了 就把人乌克兰给吞并了 人家是联合国 也联合国一个成员 而且是当年各核大国都共同担保的 你不能你就给人侵略了 当然 我们这 我好多认识的人不这么想 但是世界是这么想的 我师父萧前是二次大战 中国唯一的战地记者 他就跟我说 作为一个驻外记者 要把外国的好事 拿回来我们学习 要把外国的坏事 拿回来我们避免 你看 这个普京傻逼了吧 傻逼还不认错 还不认错 一直到现在这样 所以去年 二月的时候 我就在我微博上 讲了一下乌克兰的由来 我不但讲乌克兰的由来 我都是戴着我那乌克兰帽子说的 是吧 鲍尔卡查金 我们从小时候就学鲍尔卡查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鲍尔卡查金这帽子 就是叫布琼尼帽 就是05年战争 苏联打败了 那时候还叫苏俄呢 苏俄打败了 撤退 由于火夫 就是我们叫司务长 司务长叫布琼尼 他就回到他们老家 路上他看蒙古人戴这种毡帽 这蒙古毡帽 他回去以后 以后闹革命 斯大林 他是斯大林的人 不然他当不到元帅 其他元帅都被斯大林镇压了 托哈切夫斯基之类的 全被镇压了 他把这蒙古书拿来弄回去 当骑兵 当地乌克兰那边古代 既不是农耕文明 就是不中地 也不是游牧文明 也不放羊 他什么是什么文明 截掠文明 到哪就抢 拿缩镖 红色见血 到哪就抢 以后呢 哎 牛逼大 替沙皇抢 嗯 为什么呢 平常抢了算做贼 杀人放火 受周安 如果替沙皇抢了 是土地 嘿 不但没事 还能封贵族 所以这帮人就抢 他们离中国近 就往东边 就抢了我们大量的领土 不同穷尼打过的最长 最后一场战呢 就是1904 1905的日俄战争 碰到了日本的硬头子 乃木西点 乃木西点 损失了十万日本兵 把这个俄罗斯给打败了 乃木西点 这辈子就俩儿子 一个叫乃木宝典 一个叫乃木圣典 乃木宝典 乃木圣典 这乃木西点的俩儿子 都是在打大连的时候死的 嗯 大连是边上有一地叫金州 古代叫金州 现在叫金州区金州县 就是瓜瓜爹 最早当县长的那地儿 嗯 啊 然后呢 你这么着你不顾人 你补全国家 把人吞并了 嗯 乌克兰这老炮 你看这老炮 是吧 金州不服 人家 人家就是哥萨克出身 啊 哥萨克出身 而且他呀 是位于 就是东西方 东西方不同政治制度 那条界线上 怎么叫那条界线呢 二次大战以后 凡是美帝及其盟友解放的地儿 和苏修盟友解放的地儿 划了一条线 这条线呢 就叫铁木 啊 最早是丘吉尔跟斯大林俩人瓜分世界时候瓜分出来的 啊 你看那丘吉尔就说 从波罗的海的石切青到亚大利亚海的狄利亚斯特 一条铁木正在降落 在这条铁木的背后是那些古老国家的首都 赫尔辛基 波兰啊 柏林啊 莫斯科啊 什么什么什么就啊 我就不说那个了啊 呃 这所以这国际事啊 不是你瞎逼逗逗逗逗的 所以人民的总理说外事无小事 哎 你看 这普京这傻逼已经站到这儿来了 是吧 原来他是站在 应该是站在上次十年站在这儿了 现在愣给挤到边 挤边挤边挤边 紧挨着 紧挨着德国女总理 德国是战败过 但是他们都是信基督的 说啊 都同样穿过坟墓 站在上帝面前 他已经比战败的德国仅仅强一点了 普京 为什么 就是他不顾联合国准则一意孤行 啊 我就写了个微博 然后就有人说 他妈的 说说我没有立场 战地记者的立场就是战场 你到哪儿 哪儿就是你的立场 坐屋里到位到位冒充战地记者 胡说八道 误导国家 那说好多过激的话 挑事 那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危险 一个摄影记者 战地摄影记者 就应该没有立场 只到场 你都没到场 弹劾立场 立场啊 另外 永远应该在冲在一线 去拍那些枪连弹雨 而不是那吹牛逼 吹牛逼 我就不说了 我走向世界 是 是从天安门走向世界的 1989年 我去学开车 这是我的车 你看看 那时候我就有无线电话 87年我就有无电话了 我开的是一个 我去柯克西里 这90年我在柯克西里 我在柯克西里 听说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 我给新华社社长写信 我说海湾这样要打大仗了 新华社社长就接见我 新华社社长当时是木青 副社长叫曾建辉 曾建辉在前一年 那个北京风波的时候 我是在一线的 曾建辉说 唐老牙机灵 唐老牙机灵 什么叫机灵呢 就是 聪明吧 聪明就是耳聪目明 耳朵听得清 眼睛看得明 现在我海湾战争后遗症 血都坏了 我这煮粥呢 用八分前一度的电 幻想中八分前一度的电 这粥啊 夏天呢就容易 容易 容易变质 昨天 我记得我喝了一口 别馊了 嗯 煮一下 馊了也没事 是吧 我们吃那些什么 酸白菜什么 都是馊了的 啊 馊了也能吃 也能吃 这是我在科克西里 然后新华社社长 中宣部副部长接见我 说唐老牙永远冲在一线 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人 我们国家不需要在屋里边挑事 吹牛逼的人 嗯 这是我的 我的车被水冲走了 这是藏人恰家 这是我在科克西里 我就从科克西里 一下 哎 我就到了 这是新华社 后来跟我一起的普通记者 后来升任新华社 青海分社社长 郑菊基 这是回回马千里 啊 马不方 马不清 马洪魁他们后代 后来是新华社 青海分社的总编 嗯 你看那些大胡子 跟马卫都那儿子的胡子似的 他们姓马的都是回回 都是穆罕德的后代 嗯 这是我 可可西里 让我从这就去了中东了 嗯 去中东 我是始终到一线的 嗯 那个时候 伊拉克 用伊拉克自己土爪的飞猫腿 实际上苏联进口的啊 朝 呃 以色列发射 嗯 新华社一打仗 新华社的分社 每次只要一打仗 分社就撤啊 这是新华社巴格达分社 撤离的时候 再烧毁文件 哎 伊拉克也拿新华社当搞情报部门 所以走的时候要把每一片纸都烧了 这是我在撤退前烧纸 嗯 这是我在巴格达 嗯 这是我在巴格达 哎 那时候老怕核武器 哦 这是日本共同社 摄影部主任 大和原力南 嗯 我那时候没有底片传真机 我拍了照片 没地儿发 我跟日本共同社分享 这不算间谍啊 我把照片给他 他发出去 哎 用人家的机器 用人家的钱 那时候日本有钱 我们刚改革开放 没钱 哎 白给日本史 但是属新华社 嗯 这是我捡俩小女孩 我要带出来 现在都是名模 没巩俐什么事 这是我俩干女儿 嗯 这是我在约旦河西岸 嗯 你看我那时候多年轻 是吧 为了识别 我不是日本人 我身上别红旗 现在好多小孩不恰当的使用国旗 嗯 那不是对国旗 祖国的不敬 是吧 嗯 这个是伊斯塔尔门 这门都是假的 真门搬德国去了 啊 这都是我在 这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司令 嗯 我跟那边的军阀全是哥们 这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用 检查我的防弹背心 那时候防弹背心还是钢板的 沉着呢 穿身上七斤多 嗯 这都是我 这都是我 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车 日本共同社记者大河园丽南 嗯 我坐小飞机去以色列 嗯 以色列到处都是怕飞猫腿 全戴着防毒面具 因为这个萨达姆啊 老吹牛逼 说自己有核武器 说自己有生化武器 这是CBS 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摄影记者 嗯 摄影记者才是真战地记者 其他呢都吹牛逼的啊 口活 口活不错 嗯 真干不成 嗯 口活 这是我 嗯 我拿的是莱卡M4 防毒面具 啊 这是我在中国就用的头盔 嗯 这就是爱国者 嗯 导弹呢 说到导弹 导弹有两种 嗯 一种 一种 没有翅膀的 叫弹道导弹 怎么弹道 就跟你扔一个 扔一石头 扔一弹子 怎么扔上去 怎么掉下来 这叫弹道导弹 还有一种是有翅膀的 就叫有翅膀的 现在都说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 台湾叫飞航导弹 飞航导弹 啊 中国叫什么呢 最早 哈军工 就是陈志健 毛远新 林立果 嗯 还有什么 许元斌 嗯 叫中国叫什么 叫飞航 叫飞航式导弹 好像叫飞航式的 我记不清了啊 那个哈军工有一专业 叫飞航式导弹 现在翻译叫巡航导弹 啊 呃 台湾叫巡翼 巡翼式飞弹啊 美国叫海湾战争 著名叫那Tom Hawk 弹道导弹 没有吃板 地上发射了以后 飞出大气层 大气层外边没有空气阻力 所以飞得特别快 快命中目标的时候再下来 嗯 啊 再重返大气层 这种叫弹道导弹 弹道导弹 一般个大射程员 威力大 往往是核武器的 嗯 萨达姆就朝以色列发射这个 嗯 美国当时那个美国就援助以色列 爱国者 这爱国者呢 是反弹道导弹导弹 啊 反弹道导弹的导弹 他在天上拦截 但当时拦截率并不高 大概只有百分之几 在海湾战争的时候不能说呀 你说只能拦截百分之几 那不就是 那不就是给通敌 那不就是间谍特务 给敌方通报情报了吗 我就在以色列 所以 每次 伊拉克飞毛锤 弹道导弹的落弹点 都不许拍摄 为什么你一拍摄 就等于告诉伊拉克 告诉全世界 这次导弹命中哪了 你就等于通敌 就不行 所以要想拍到爱国者的阵地 那就更难了 因为哪有爱国者导弹 爱国者会起来拦截 你告诉你发表新闻 说哪有爱国者导弹 那就等于把爱国者 反弹道导弹的位置 报告了地方 拍这种照片 是有生命危险的 但新华社 我老板非得要这种照片 我不得我不去拍 我不得不去拍 I have to do that 但是 我的相机的镜头短 我就靠腿 打一出租车 到了高速公路上 也不叫高速公路 就是特莱维夫 到Jerusalem的那个公路 有60多公里长 我就下着就在公路上走 因为我在公路上 看见过那个爱国者阵地 然后我就是拍 但是拍的并不大 你看都这么大了 你说还不大 这是我拍的 这要是被逮着 就得他们枪毙 战争中偷拍人家军事基地 没有比这再不是间谍的了 当然我还拍别的 阿拉法特 拍那个巴勒斯坦游行 拍伊拉克小屁孩游行 这张是彩色的 我当时不仅得拍照片 我拍三种照片 黑白 我当即冲洗发传真 二彩色 新华社卖给解放军报 卖给世界其他 因为外国记者 没那么辣胆 为什么我胆大呢 我第一次出国采访战争 不懂世界规则 傻逼 傻胆大 人家懂规则的都不拍这个 我拍不来 日本记者 美国记者都跟我分享 我用他们的机器 用他们的电话线 反正我一下 一卷拍三十六张的 我也不在乎 给他们几张底片 不是间谍啊 这就是爱国者 你看看 这是拖车 后边是爱国者真谛 当时的爱国者叫爱国者一 这都是伊拉克飞猫腿 炸下来的 你看看 我跟 我是永远到场 这是我到底下下拍 被以色列宾抓起来了 以色列宾也没见过中国记者呀 不知道怎么办 就把我装这几部车抓起来了 另外呢 我在以色列有崇拜者 这个美女叫奥瑞特 会说中文 他说他是台湾大学毕业的 没见过中国人 见我去 他就陪着我 我当翻译 我一激动就写了一稿子 登在参考消息上 我说的所有的事 就包括我断定 普京必须 必然失败 必然完蛋 今天说这个人都多了 不值钱 我是一年以前的 二月二十八说的这话 你在新浪上还能找着痕迹 头条什么都给我删了 因为我这小机器呢 除那之外 你在新浪上找到痕迹之外 我的小机器右下角有时间码 那是机器做的码 好多人老吹牛逼 永远正确 永远正确 那是你吹牛逼 我呢 就说 我去了圣母教堂 就是耶稣被人堕死的那个教堂 钉死的那教堂 我说为了形容这的敬 我就写了篇文章 登在 那时候中国对以色列一无所知 中国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 我是建立的新华社 特莱维夫殿 新华社耶路撒冷殿 这个叫殿头 这两个殿头都是我创建的 然后我就给参考消息写了一个 参考消息用了二分之一版 叫耶路撒冷 因为那时候中国人不知道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耶稣钉死的地 我就说圣母教堂很安静 我能听到奥瑞特小姐的心跳声 我老板看见过这张照片 报纸上没用这张照片 我老板打怒 我那时候是29岁 我还没三十二厘呢 我在房间里边搂着一个大白妞 写文章说我能听见奥利特小姐的心跳声 我老板就质问我 你把你耳朵搁她哪了 你能听见她的心跳声 哎呀 我这是文学语言呢 我这都是文学编辑是吧 人类最伟大的享受是文学 穷人都能享受 看书就行 你要像弹琴呢 哎 大高尔夫啊 那穷人都玩不起 穷人唯一玩得起的享受就是阅读 阅读就是文学 啊 所以我跟马维多啊 啊 我们都是文学爱好者 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虽然也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员 让我掌握摄影的记忆 但是我认为只有中国作家协会员 牛逼 牛逼大了啊 摄影牛逼小了 嗯 然后我写了这个东西就有人认为我吹牛逼啊 乔杂志有一个叫音刚的他就认为我吹牛逼 这就是这个音刚 这两年不出来了 可能移民了 他是社科院西亚研究以色列的一把 经常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上刀逼刀 刀逼刀啊 就你看又讲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呢 他就不信我啊 批评我一通 说唐老亚肯定吹牛逼 我说我是新华设计者 嗯 没立场 只到场 发不发是党的事 拍不拍是我的事 你不信就不信吧 他后来被以色列挑选 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西伯来大学留学 他就留学 他为了揭穿我的阴谋 我的阴谋 他就到这学校找去 到这学校找碰见了当年我搂的那女的啊 奥瑞特 奥瑞特 西伯来语 以色列画叫光 这女的真在 而且抱着一小孩 啊 这女的就让他照张相 在这相呢 让他把这张照片送给我 阴刚就在这张照片上提了一句古诗啊 叫绿叶成阴子满之 阴刚赠师曾老弟 他用的是师曾老弟 这会儿已经不是想揭露我的阴谋了 已经对我充满了崇拜 为什么呢 他叫我老弟 是吧 季显林管我叫老弟 那个 呃 季显林都管我了 叫老弟 别的人就更甭说了 季显林跟我年龄差 五十岁啊 叫老弟 是一种尊敬 是一种崇拜 啊 阴刚已经崇拜我了 呃 师曾老弟 把这照片给我 但这儿子显然不是我的 你看眼睛这傻儿 是吧 就是说我还是遵守了外事距离 啊 或者说我精子有问题 我精子没问题 后来我生了儿子 哎 但这儿子显然不是我的 嗯 这是我在海湾战争的战场 刚才我只讲的是爱国者 是吧 后来爱国者二 爱国者二的是 这个爱国者发生到天上 爆炸 利用他的碎片 挡住来袭的弹道导弹 嗯 现在已经是爱国者三了 是吧 海湾战争到现在三四十年 已经发展到第三代 可以精准到点 这个俄罗斯 就普京这匕首 吹牛逼 叫大匕首 说特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 十倍音速 音速 一倍音速 叫一个马赫 两倍音速 叫两个马赫 三倍音速 叫三个马赫 啊 美国最牛逼的那些战斗机 像什么F-15 F-15是最牛逼的空军的 最贵 比F-15便宜点的 啊 海军什么陆军 什么全都能够用上的 是F-16 F-16不是重型的战斗机 啊 就是也能战斗 啊 但如果有钱 肯定F-15最牛逼 啊 F-16被用的有名是 也是以色列 以色列叫长臂 把伊拉克的巴比伦 那个什么核反应都给炸了 就是买的F-15 外加几架 F-16 嗯 F-16 F-14 这些战斗机 最快是2.34马赫 就是2.34倍音速 苏联 俄国普京发明这大匕首 十倍音速 十倍啊 就是十马赫 我操 就是一小时 一小时 我这数学不行 我们平常 一个小时坐飞机 就是多少公里啊 啊 一千 一万公里 他这就是十万公里 啊 搜搜的 就跟那个老胡老说 搜搜的 所以谁都拦不住 中国古代叫冰贵神速 是吧 哎 还叫什么 一例详诗会 什么什么东西 就简直 只要你劲儿大 你速度快 别人拿你没办法 全世界普遍都这么认为的 哎 但是 美国的飞梦 美国的爱国者三 一晚上就拦下六颗大匕首来 就说明大匕首这思路错了 哎 怎么错了呢 普京 逮起仨科学家来 这仨科学家就是研究大匕首的 把这仨科学家给逮起来了 说他们是间谍 所以我说这事大了吗 啊 这事大了 当然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战地记者了 病病歪歪 穿着北大医院的病号服 啊 在屋里边 我也没电视啊 上着网 吃了 昨天 打包 打回来的剩菜 哎 然后在这 回忆自己苍白的青春 啊 但是我毕竟是见过爱国者的 是吧 不但见着了 我拍下来了 是吧 是冒着枪林弹雨 拍下来的 我没死 你就说 这颗爆炸 哎 我边上得受到多大的震动 这是我彩色的爱国者 这是爱国者一 嗯 嘿 我还有爱国者呢吧 这是黑白的爱国者 我这黑白爱国者那么大 我镜头焦距没有这么长啊 我得放大照片的时候 在以色列 我把那放大机呀 从桌子上放到墙上 打到墙上 在墙上铺上相纸 这样呢 我那底片就扩大了一倍 这儿的照片呢 发的时候 放大的时候 还得把照片翻过来 说怎么叫翻过来 就是把那个照片的底片 倒着放着 为什么要倒着放着 因为你要是正着放啊 哎 你就是 以色列的那个情报机构 就能把我抓起来 干嘛抓起来啊 说你向敌军暴露这个导弹 命中点 我把底片倒过来发着 倒着放 就左右颠倒 我至少可以辩解 说我 我不是间谍 我这个左右方向是颠倒的 是吧 比如这大弹坑 颠倒的 这是美国的巡航导弹 在巴格达打出了一个坑 这是我 这是我 在以色列呢 也有新闻审查 叫Censorship Censorship 我今天就不说了 今天一说说太长 那天我在专门讲 世界普世的新闻检查 战地的Censorship是怎么回事 今天就爱国者也不多说了 后来由于我是第一个见到爱国者的 第一个拍到爱国者 回来以后 庄甲兵工程学院 国防大学都请我当教授 都要看我的照片 因为我是亲自到场的 所有的那些吹牛逼的 都不如亲自到场的 亲自到场的 又拍了照了 回来的人才是牛逼的 是吧 到场人多了 戴一眼睛看看 不能钻眼睛里 拔不出来 只有真正用底片拍了 又发出的人才是真正的牛逼 我发出来了 还登在报纸上了 以色列也没杀我 以色列还很喜欢我 以后又五次邀请我去以色列 都是以色列政府花钱 但最近 最近自从马腾将军回去之后 以色列使馆就没再勾结我 所以我现在 好战地记者 不是兜逼兜 我现在就兜逼兜 我已经退化 不再是好战地记者了 吃点 喝点 把昨天打包的胜财 吃了 谢谢大家